刚才你对护士骂了粗话对吗 我对他骂了怎么了 因为他说我他妈的不是新加坡人 他说我没有新加坡身份 我没有资格在新加坡看病 然后呢 这是你乱说的吗 我问你有没有对 这全部都是他亲口说的 你把那护士叫来 现在当面对质 我现在问你 你有没有对护士说粗话 我在这三个小时 我都没看上病 你不需要过东拉西车 我问你有没有对护士 爆出口有没有 你问护士 他说有 他觉得有就有 所以你说有吗 我问你 你猜呢 我不需要猜 我现在在问你 你随便猜 有没有 你愿意猜你就猜 有没有 你愿意猜你就猜 所以有还是没有 我们现在能去警察局吗 因为我的脚被车撞了 三个小时都没看得上医生 所以你去警察局 你要去那边看警察 还是要看医生呢 我当然是要警察 主持我这个事 而不是听你在这儿 我不需要公开我的身份 OK 现在我是问你 你又没有对护士爆出口 有还是没有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说对我有什么关系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就问你 我是调查官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头脑清醒吗 那请你调查官亮出你的 调查官的身份 我不需要听你的指示 OK 现在有警察站在这里 他知道我是不是调查官 那请我们一起去警察局 所以你要 你不要看医生呢 我要看医生啊 你要看医生 你要去警察局 对啊 你明知道 你明知道我的脚被撞了 你明知道我的脚成这样了 对吗 对啊 你看得见吗 你看得见吗 现在是你让 我的脚被他整个车压了 所以你现在是你让 就要去看 看去警察局的 我现在问你 你是要去警察局 还是你要看医生 我要看医生 所以呢 结果三个小时之后 你来了之后 你问我是不是在医院 发生什么了 我在这儿等了三个小时 对啊 你等了三个小时 有什么大不了的 你现在听懂了吗 代表你可以对护士爆出口吗 跟这个都没关系 是因为 你们应该原本调查的 就是车把我给撞了的事 我们刚才 而不是 刚才我的同事 已经跟你说了 这个交通意外 你可以等一下 看完医生去报警 OK 但是你们首先 要责问的是 这个交通意外人是谁 而不是我 交通意外的人 是我们也跟他 说了同样的一番话 我希望你们是这样 但是首先 我在这儿 已经等了三个小时了 我的脚被车撞了 都没撞上 你等几个小时 对我来说是没有 没有关系的 我现在是问你 有没有对护士爆出口 OK 这边每一个人都等着在看医生 那你就猜猜 不是你等了三个小时 就是了不起 OK 你现在有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那你就猜猜 我跟那个被撞我车那人 他把我撞了的那人 他是怎么对我的 你就去调 我跟他所有的监控 他是怎么撞我的 我怀疑他是故意杀人 你有什么证据呢 因为我没死 因为你没死 所以我没有证据 如果我死了 你们是不是就是有证据了 你们是怎么办事的 你还要脱了吗 你还要脱了吗 对 对 把电话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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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要看医生吗 我要看 要看 你觉得我脚坏了吗 你觉得 我不是医生 我不是医生 我不需要回答你医生 你需要看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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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现在 我们现在是跟你 入一份口供 现在 ok 你有没有 有没有对 护士报处 现在你要给你的口供吗 他一直指着我骂 我不能指着他骂吗 你掉一下监控 就知道什么样了 你不需要回答 这么多 这么多 动拉细扯的东西 我问你有没有对 我说你直接掉监控 所以你不要回答什么 对 你直接掉监控 掉监控 我需要你看 所有的监控事实 然后才对我的回答 做出任何一样的事实的判别 你自己去看监控吧 如果不符合事实 你怎么办 放下你的电话 现在在入口供 你不可以入 别管我在干什么 不可以 这是警察证的程序 你不可以入 入口供的时候 你不可以入 除非你给我看 你的警察证 否则的话 咱们俩谁也没有理由命令 把把把把你的电话放下 让我看你的警官的证明 我跟你说 把电话放下 这是第二次警告你 让我看你警官的证明 你需要第三次 第三次的警告 你不要进酒 不支持罚酒 我跟你说 你确定吗 你不需要问我 撞你的人在哪里 我现在在跟你说 他在哪 你的那个交通意外的 我们已经跟交通组的 调查官已经说了 然后呢 现在你要做的就是 现在去警察局 用你的身份 再去 放医生报告 然后让他们去 才可以正式的调查 然后抓我的人怎么办 那个让调查 那个交通意外组的 调查官去 去决定要怎么做 OK 我们现在不是 交通意外调查组的 所以我现在 见不到他们了是吗 你见不到啦 他们对我的 这样的情况 如何负责 你这个 我就是跟你说了 你去让那个 交通意外调查组的 调查官跟你说 要怎么做 OK 那我就一直录到 我们去 警察局为止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 要跟你录一份口供 不 我们现在一定要去警察局 你没有办法跟我说 你要你要怎样 OK 必须要去警察局 OK 必须要去警察局 现在我们 为什么我们调查官在这里 是为了你 跟我们那个 医院的公司 对他们怎样 讲的话 你有跟他们讲 怎么讲啊 你们讲什么呀 因为他爆出口对吗 有没有 然后呢 我在问你有没有 对护士 一个这么简单的问题 回答不了吗 有还是没有 那你是来干什么呢 我就问你 你要我说几次呢 你要我说几次呢 我跟你说 我现在是来调查 是因为你对护士 爆出口的那个案件 交通意外组的 等你出院了 你去 你去警察局 我现在要去警察局 我现在在问你 要不要录一份 我现在要跟你录一份口供 是为了你对护士 爆出口的那个案件 录完了 你出院了 你去可以去警察局 我现在要去警察局 所以你不要录口供是吗 对 如果你去不了的话 我也去不了 叫所有的全新加坡的警察过来吧 我去不了 除非我现在 你们推着我去警察局 你以为我 把交通的那个 撞我那人 你以为你是谁 可以叫我们这么做 但是你也没有办法 叫我怎么做呀 因为是我被撞了 现在是你被调查 是我被撞了 我们要调查你 OK 我们明白你被撞 我现在已经不想跟你说 姐妹 我现在已经不想跟你说 我怎么了 不要叫我姐妹 我不是你姐妹 现在我们是调查你 我告诉你 就是这么简单 我被他撞了 然后我在那地上 你们去调监控 调监控的时间 我给你们 我在地上待了20分钟 我都说我没事 结果他都没扶我一下 没让我起来 然后他跟周围人一直解释 说没关系 我也说没关系 但20分钟他没扶我 我生气了 我说你起来 要么你扶我 要么你他妈给我5000块钱 要么你送我去医院 他说好 我送你去医院 到了医院开始 他就一直找你们各种人来 我不知道你们找的是谁 让我在这儿 严重的等了三四个小时 搅的问题 懂了吗 我当时特别理解他 我说你一女的 你大晚上你开代价 你过来开车 我说你挺不容易的 我说你撞了我这事 你不用负责 你不用管 结果20分钟 他都在给周围的所有的男的解释 说他没事 因为那帮我所有的朋友都过来关心我 说你怎么就被他就开车 直接前进给撞了 他一直在跟别人解释 我说我放过你 你没事 你没事 你不用担心你 然后他说 跟别的一顿男的解释 说 说 说 他没事 他没事 既然他说他没事了 那我肯定生气 他撞了我20分钟 而且他是前行撞了我 他是前行 不是倒退 懂吗 他是前行 他是故意撞我 他是故意杀人 现在你不要入口公司吗 我不要 交通意外的那个 你再去警察局 再去报告 去那边报告 交通意外组的东西 我们不负责 所以现在对于你对 护士爆出口的这件事 你不要入口公司吗 对 我们先走了 OK OK